来看一下这题 现在有一个圆 它说半径为R 这样行不行 圆性为多少 44 如果这个圆和直线 好吧 A加倍等于有两个焦点 哪怕你问你R最小的整数值要是多少 什么意思 老师先问你 什么叫两个焦点 两个焦点有什么特征 可见一件事情 这条直线和圆化过去的焦点 焦点可见这时候圆性到直线的距离 要小于多少半径 可见圆性到直线这段距离要比半径小才会焦两点 对不对 所以说按照这个观念 麻烦你 好不好 经常告诉我圆心有 对吧 只要问你是R的最小值 所以说麻烦你先把圆性到直线距离算出来行不行 圆性到直线距离是以根号a平方加b平方 a4起1加3b4起1 分支绝对值 把X用4带 我用4带4加即4 算出来分母4起 根号2 分子4起8行不行 可不可以 8有理化好不好 变2分之8 根号2 所以算出来是4 根号2 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之后老师刚才讲过 这是要焦点 所以圆性到直线距离是要小于多少 反进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麻烦你把诸事情 4根号2带进来 可见R要大于4根号2 那回答我 根号2事情 1.4左右 对吧 乘算4大概是5.6左右 那R要大于5.6 可见R的最小整数是多少 最小整数值是多少 老师说R要大于5.6 对吧 所以R最小整数值为多少 为6 这样行不行 对啊 至少比5.6大嘛 所以最小整数值是多少 6 OK